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谢谢你带领我们 可以一起透过你的话灵修 求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是11月27号 今天的经段是创世纪第25章1到18节 亚伯拉罕又取了一期名叫基图拉 基图拉给他生了新兰 约三 米淡 米甸 伊斯巴和苏亚 约三生了四巴和底蛋 底蛋的子孙是亚苏立族 立都市族和立乌米族 米甸的儿子是以法 以佛 哈诺 雅比大 和以乐大 这都是基图拉的子孙 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赛 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 这出的种植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 离开他的儿子以赛往东方去 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 亚伯拉罕受高年迈弃绝而死 归到他列祖那里 他两个儿子以撒 以斯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 这洞在曼历前赫人所挟的儿子以佛伦的田中 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 亚伯拉罕和他妻子莎拉都葬在那里 亚伯拉罕死了以后 上帝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 以撒靠近彼儿拉海来居住 我们今天的经文就读到这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这时候读到亚伯拉罕的过世 但在他过世的这一个历程当中 我们又发现他除了沙拉死了之后 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妾 而这个妾也生了好几个儿子 但这都代表一件事情 我们不要太在意亚伯拉罕纳妾的这件事情 因为事实上这也是他的太太 沙拉死后他才做的事情 但这里的描述都表达一件事情 就是亚伯拉罕这位上帝所赐福的人 并且上帝眼中看为完全人 完全人并不代表他没有软弱不犯罪 而是在上帝眼中他是愿意依靠上帝的人 而这位上帝眼中的完全人 他有多惨的一个历程 而生惨的历程正是 养儿育女正代表一个人的生命丰盛 透过这个描述其实正在描述亚伯拉罕的丰盛 然而事实上我们也发现这一些事情 就是亚伯拉罕虽然让他所生的这些儿子 每个都有财产 但是以撒是得到所有的 我们如果读创世纪第25章的第5节就知道 描述里面是以撒得到所有 甚至亚伯拉罕在他过世之前 他知道自己要过世之前 他就猜浅他的儿子 其他的儿子就离开了以撒 换言之 透过这个历程 最后甚至亚伯拉罕的下葬 是由他的两个儿子 就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 这最主要的两个儿子 就是以撒跟以撒玛利 共同将他的父亲埋葬在洞里 而这个洞正是亚伯拉罕生前 他向赫人所买的那一块田 换言之 亚伯拉罕从75岁 他离开了他的家乡哈兰 一直到现在这个阶段 175岁 这100年当中 他都活在上帝的手心里 他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 我们在亚伯拉罕的75岁之前 我们不太了解 他在哈兰怎么经过成长的历程 但是他这100年当中 却足足都在上帝手中 这正代表了一件事情 亚伯拉罕这个人 生命里面虽有软弱虽犯罪 但他仍然愿意在生命里面 逐步的去依靠上帝 而这样的人 上帝视他丰盛 并且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仍然让他两个儿子就好好的把他下葬 而下葬一个人的下葬 其实正是代表这个人 生命当中的最终点 但是在上帝眼中 亚伯拉罕他仍然活在 后代所有信仰上帝的人心中 因为他成为建立这个信心最要紧的事情 所以我们后人就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里是的 我们有看到亚伯拉罕生命当中的终点 但他虽生命的终点在这里 但他的事宜以及他在上帝眼中 他都成为后人非常要紧的典范 愿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 学习这样的典范 并且学习有信心的过 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阶段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带领我们 因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孩子 求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你祝福灵在亚伯拉罕身上 求主也祝福在我们的身上 保守祝福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在每一时代 再一次的谈起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更深刻的明白 我们也当学相如此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